歡迎收看最新消息 今天我在HATDC Wine and Spirit Fair 最後一天了 很多人來了這裡去試酒 今天當然我們也有很多不同國家 和不同種類的 wine and spirit 可以給大家試的 先帶大家去逛逛 dit我代表姐我們要推來 direct 這個 blows我們有好味的 通過 sung沮夜的品牌 我們剛剛會看得到和香~~ 剛才廠家製作了這瓶能的Kenobi Kenobi在日本都是數一數二的大品牌 希望喜歡喝輕井澤的朋友也嘗嘗Kenobi的Gin 這是H Gin 日本第一種H的Gin 今天最主要是推廣我們的Alka阿根廷酒 這個Alka阿根廷酒是Mendoza的高原酒莊 今次今年再參加 也參加了一個Finders International Wine Award 我們得了幾個獎 希望大家多謝來嘗嘗阿根廷的好酒 我們公司就是Wise Link 我們今次在Wine & Spirit選了兩瓶特別的 一瓶是Certu Parfi一二年 二十七粒的 這個是在一二年的時候 升居了做A級酒莊 在右翁城的Mion區 另外這邊有一瓶也是 右翁城的Mion區一級酒莊 Angelosa 二零一年 我們也選了這瓶二十七粒的 歡迎來到Wine & Spirit 我們公司是東方明珠 我們基本上最主要是做美國酒 我和大家介紹一下 鏡頭看一看 今天我們有四款不同的美國酒莊 分別有兩款來自Passo Robo 有兩款來自Lapa Valley 葡萄酒的世界很大 中國最近很多葡萄酒酒區出現 我想介紹的是 寧夏的荷蘭山的酒區 這個就是我們美的集團 投資到寧夏、荷蘭山、葡萄園 我們全部酒莊的葡萄園 都是我們自己一手去建造的 用的品種是甚麼呢 寧夏、荷蘭山被譽為中國的波爾多區 所以大家都想到 它用的品種都離不開波爾多的品種 例如七霞珠、胡錄 這就是它的風格 有羅勒河谷、龍河谷、Cocterone 這區的產品 這裡有其中的叫Wong Do 是山腳來的 香港人比較少見 但是這個地區非常漂亮 如果你上網的話 你肯定會查到 如果是Wong Do的話 吃的Pasquid是最好的 你好,今天就介紹一種 蘇格蘭的Blended Whiskey 就叫Monkey Shoulder Monkey Shoulder 其實是一個 我們用了三種不同的單一盲威士忌去做的 出來的效果 其實果味、花香味 還有這個雲呢拿味 都是很重的 今天就會做一款Cocktail給大家 本身就用了Monkey Shoulder 用了一個雲呢拿的甜酒 一個幸福的甜酒 菠蘿汁和檸檬汁 我就會示範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今天為大家示範的Monkey Shoulder 的Cocktail 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這個Hendrix的蘇格蘭的Gin 這個Gin和一個 你平時喝的London Dry Gin 會很不同的 因為它在裡面再加了一個 保加利亞的玫瑰 還有加了青瓜在裡面做蒸餾 我今天就有一款Gin and Tonic 是比平時你一般喝的Gin and Tonic 會有一點點不同的 就是加了一個Raspberry的LQ在裡面 其實需要幾個Drop 就已經拿到味道了 因為接下來聖誕節的關係 所以我都特地準備了一個 顏色比較鮮豔 接著在Garnish上面就用一個Rosemary 還有一個新鮮的Red Curran 整件事就更加有聖誕節氣氛 加了一點的Raspberry LQ在裡面之後 其實喝下去是一個很不同的 Style的Gin and Tonic 這瓶是我們King's Wine Seller的 第一瓶I-B I-B即是Independent Bottle 我們買了一個桶回來 就製造了這瓶威士忌 這部都是自己設計的 21年的酒 我們製造了一共80瓶 很珍貴 今天我們有兩款Romation 完全不同的風格 因為客人不同 有不同的味道 所以很重要是有一個廣角 所以這裡我們有一個很珍貴 為什麼很珍貴 因為我們只放了50多瓶 而且約100多瓶到HongKong 所以這瓶是從 Jamaica 從這裏叫做Hampden 然後在另一邊 我們有一個很柔軟的 很柔軟的Rom Panama25 這瓶肉 光是很特別獨地製售 只有HongKong 這些酒是在香港市場倫品 只有中央圓 在這個標籤上也很特別 找了香港著名的插圖師 所以選擇了這個插圖 就是獅子山 下面的地方就是黃大仙和祝元 這個我們帶了蘇格蘭 釀酒、拼搏和團夜精神帶來香港 命名為香港獅子山下 每一瓶酒售出200元 捐到香港的前線機構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威士忌宇就在 International Wine and Spirit Fair 其實我們也有一個碳位 我們是一個威士忌的學院 還有很多朋友不知道威士忌 都有這麼專門的知識 可以去學習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真的看了很多不同的酒 有紅酒、白酒、酒、酒、威士忌 還有中國的白酒、雞尾酒 這次這個Wine and Spirit Fair 真的非常豐富 大家今年就算沒有來到也不要緊 下年記得留意時間 還有記得快點報名 這次的最新消息 多謝大家收看 下個星期再介紹一些新的東西給大家